卓内阁公布了第四波人事 其中最大亮点就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要出任环境部长 他说是在4月初接获了准总统赖清德的征询 那么经过天人交战之后 决定要答应任职 而卫副部长则由一届出身的前立委邱太元来接任 现任的政院副秘书长何佩山则会转任劳动部长 那么这一回公布的五位人选当中 有两位是女性 准格魁卓荣泰孝说 新内阁名单被说女性比较少 他目前正在感情度 一字排开 周五再有五位新内阁成员亮相 其中最大亮点大家一定都见过 是气象专家彭启明将接任环境部长 我跟他算是一个君子的一个朋友相交 那我其实是4月上旬的时候 接到赖院长的邀请 希望我可以来接受这个工作 当然我个人是天人交战 因为我来自于产业界 要到政府服务 的确是蛮这个 有一点压力的 特别是要说服家人 但是我想我勇于来做这个事情 我勇于我愿意来承担这个事情 彭启明教说自己跟准总统赖清德很有缘分 这回也是被赖亲自征询才答应入阁 同时公布的资深幕僚出身 现任正员副秘书长何佩珊 接掌劳动部 在一届颇有威望的前民进党立委邱太元 接掌卫福部 两人上任后的首要课题 自然就是如何避免劳健保破产 只要政府在 劳保是不可能倒的 这点要请我们所有广大的劳工朋友 要对现在的政府有信心 在健康台湾的一个努力之下 多方来寻求一个益助 来把健保永绪 这波内阁名单台南帮再添一人 台南市客委会主委谷秀飞 前进中央接任客委会主委 至于原明会主委由曾志勇担任 最新公布的五位首长当中 就有两位女力暴斗 前几天的宣布当中 有人会计算比例说女性比较少 至少今天我们在赶进度 准个亏捉状态 组合工作持续进行 距离520就任只剩一个月时间 万壮瞩目的外交国防等重要人士 最快下周就将对外揭晓 记者林晨杰黄伟才台北报导